路口紅燈 白色轎車卻開啟閃燈 駕駛提著油桶大喇喇加油 緩緩加油倒入油箱 整個過程不慌不忙 好似把路中央當自己家 我们大家是整个傻眼 然后他想说奇怪这个车子没有 为什么会停红灯在路中间 那边直接就加油起来 他就是觉得很讶异 就是说他怎么车子里面 随时就放着一桶汽油 然后我不晓得这个情况 到底是怎样了 就是会比较危险 然后又造成又路人不方便 夸张行径发生在南投中心路和南港路 二号正值下班时段车流量又大 男子的行为也导致路口瞬间回渡 我当下一定会离那台车很远 因为我觉得很危险 就是在他不知道没有熄火 而且他在那个地方加油 其实很容易会产生 会有爆炸的这件事情 如果说他在那边发生的意外的话 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车子 一定会被波及到 民众惊呼傻眼又危险 男子见知时间管理大师 但听得红灯在大马路中央加油 其实已经违反交通规则 警方表示可开罚新台币六百元以上 一千两百元以下罚还 提醒民众罚钱是小 如果意外被撞引罚事故后果 不堪摄像 再次用吴库宇成表现 订阅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南投采 请不吝点赞 订阅南投采